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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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让不想消费者处于观望的状态 盒子观望根本就要隔岸观火了吧 这个价格也太火了吧 这么贵真的大家下得了手吗 但其实一般民众虽然可能一下子买不起 但可以自行上网预约在美国苹果门市 体验Vision Pro 不但全程免费还有专人服务哦 听起来还请VIP Service 但是毕竟他的单价也很贵 破新台币十万 这个价格真的不是一般的消费者可以负担得起的 还有一个重点 目前也仅只有在美国可以选购跟体验 而虽然呢 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五湖四海 也未必在美国啦 但我们今天呢 在线上要带你来导览一下 看看怎么来预约Vision Pro的体验跟服务 要上网预约Vision Pro展示呢 必须要先登入你的Apple ID 选择你想要体验的门市地点跟时间 假设你是位于加州的Los Angeles 你就可以从上面呢 去选择对应的Apple Store门市 看上面呢 available的Date跟Time 你就可以预约咯 接着再回答几个问题 比如说你平常比较习惯戴眼镜 还是隐形眼镜 还有你的眼镜是否有度数等等 让体验门市可以事先准备 接着呢 你就会收到一封 有苹果寄来的预约完成通知信 等你收到来自苹果的 这一封预约完成的通知信 只要按照上面你所登载的地点啦 门市啦 日期啦 还有时间 就可以在当天前往体验咯 而抵达门市之后呢 只要一踏进房门 就会立刻有门市专人接待 引导你这小房间里面进行解说 店员会先要求你用iPhone 扫描QR Code条码 进行类似Face ID的脸部扫描 来确认的Vision Pro头戴尺寸 接着很快就会有人送来Vision Pro的时机 佩戴之后 使用松紧带旋钮 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 就可以开机使用了 这个步骤是很重要的哦 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脸长啦 还有脸宽啦 还有眼睛的位置啦 都不太一样 所以Face ID呢 可以协助Apple门市的人员 先帮你做好Vision Pro的调整 这样佩戴起来 在体验的过程会比较舒服一点 而体验的时候 会用到三种手势 包括点击选取 移动物件 还有缩放物件 这些呢 都会使用拇指跟食指来操作 这算是Vision Pro的 Pointer Control系列的指令哦 不过有些人 没有办法使用拇指跟食指的话 该怎么办呢 等一下呢 也有对应的解法 而戴上Vision Pro的装置 必须要先进行点击测试 萤幕上会出现不同方向的触控点 眼睛看向触控点之后 双指在实体空间中的任何位置清点 就可以点击选取 不需要把手指移到萤幕上面 跟平常操作触控萤幕的感觉截然不同 所以这个部分的Vision Pro操作呢 还加上了Eye Track 就是眼球追踪 以及刚才所提到的双指 就是拇指加食指 这样的操作体验 确实跟我们在滑手机 好像不太一样 由于你的眼睛跟手都已经被扫描过了 所以可以把它们当作游标 你想点击某个应用程式 只需要直视它 按钮就会亮起 让你知道它已经被选中了 如果要点击它的话 就把食指跟拇指放在一起清点 而机上的摄影镜头会记录下你双手的动作 还有其他的手势像是 用手捏住或滑动网页 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站在使用者的身旁观察它操作的形式 现场的状况应该有一点古怪跟好笑吧 好像拿着指挥棒带指挥管弦乐团一样 因为它是对着空气在笔画 可是笔画的过程当中 透过Vision Pro的追踪功能 其实就已经下达了对应的指令 再来当然iTrade熟悉了之后 加上基本的Pointer Control 就是用指头去操作 那当然就是要牛刀小事一下咯 接着呢店员就引导你开启照片APP 浏览一下沉浸式的照片 在Vision Pro当中呢 会以3D立体的方式来呈现 比如说观看庆祝生日的沉浸式影片时 吹蜡烛的场景 就好像是正在眼前吹洗蜡烛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栩栩如生咯 因为明明不在你眼前 但就好像在你眼前发生了 吹洗生日蛋糕上蜡烛的画面 在Apple的Vision Pro之前 iPhone 15 Pro系列 就已经可以拍出 沉浸式效果的空间影片 那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差异 Vision Pro拍摄的空间影片呢 可以记录更多的深度 影片效果也会更好 势必在功能跟品质上是要有所提升了嘛 而刚才除了在沉浸式的照片跟影片的体验之外 在过去网页浏览的部分 现场的Apple Store电源 也会协助你来感受一下Vision Pro 跟一般在iPhone上面 或者iPad上面操作的差异 电源会引到你操作 Safari浏览器观看网页 并且上下滑动 还有使用Vision Pro的数位旋钮 呈现360度的空间环境 你可以清楚的听见周遭的鸟叫声 还有鱼的声音 评众朋友可以想象你戴着Vision Pro 走进了一片森林 你的前后左右 只要你烦到之处 那个声音的因缘性 好像就在你的周遭生利其境 最惊艳的还是播放苹果官方提供的 8K 3D 沉浸式影片 无论是在高空悬崖 练习走绳索的人 或是在河边涉水而过的棕熊 或是观看棒球比赛 都会像清零现场一样 而不论是走钢索的人呢 还是中雄黑熊 或者是大骨强屏障于面前的挥棒 很可惜哦 这个部分对于视觉障碍者 毕竟是视觉的呈现 没有视觉功能 那自然是接受不到的咯 但声音的部分是没有影响的 而整个Apple Vision Pro 预约的活动长度 还是有其限制 25分钟的体验时间内 其实还是可以感受到Vision Pro的表现 是远远超过市面其他的虚拟实镜VR 或是扩增实镜AR装置的 但是因为只能短时间的体验 还是不够时间展示 可以显示使用者的眼睛 以及跟外界沟通的EyeSight的功能 跟外界沟通的EyeSight功能 这个EyeSight指的又是什么呢 EyeSight的功能呢 也是一个Vision Pro非常有趣的设定 它可以捕捉你眼球的样子 也就是实际上你眼球运动的动作 并且把这个眼球投射到设备的正面 这样你戴着这个大眼罩 跟别人交谈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萤幕上有你的眼球在上面 哦 我了解了 所以当你戴着Apple的Vision Pro 毕竟会把你的脸遮掉了一大部分 而这个时候如果你旁边有人在跟你讲话 或者要跟你互动 就看着一个人 戴着一副巨大的眼罩 那感觉也是蛮奇怪的 所以EyeSight的功能就是可以把你 在盯着Vision Pro的那一双眼睛给投射出来 觉得让跟你对话的人 是真的看着你的眼睛在跟你对话 而不会觉得你目中无人 不知道大家会觉得EyeSight的这个功能是 很贴心呢还是有一点多此一举啊 不过虽然EyeSight会把你的眼睛投射到设备的正面 但因为使用者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操作里面 所以眼神应该还是会失焦吧 只要眼神不是斗鸡眼就好了 不然画面应该会蛮搞笑的 听完了苹果的Vision Pro预约体验服务 是不是有一点跃跃欲试呢 不过记得咯 现在只有在北美以美国为主 台湾的话可能还要等上一阵子 Anyway我们现在先来听到来自H.O.V.A 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公益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还有更多有关Vision Pro的点评 要跟你分享 好厉害哦 可以在广播节目中侃侃而谈 而且他还拿起手机开直播 一点都不会确诚 你也可以的 一回生二回熟 只要多加练习 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得到的 嗯 是这样吗 可是一般训练都是提供给社会大众 并没有听说有提供给视觉障碍者的训练方式啊 前几天我在脸书有看到 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相关培训课程 提供给视障者参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上网查询一下好了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提供了 中途失明者支持 视觉障碍者生活重建训练 每年还会举办 视觉障碍者广播电台人员培训 视觉障碍者舞台表演人员培训 口述电影制作及培训等相关服务 如有兴趣了解 可上网搜寻关键字 HOLPA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香槟子爆炮 我是Dr.莫莫金哥 我是隔壁小王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苹果的Vision Pro 有很多的科技产品 结合智慧AI 沉浸式的体验 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能之外 也可以帮助很多的身心障碍者 还有特殊需求的使用者 这款苹果化时代的产品Vision Pro 在台湾时间的2月2号 正式在美上市 售价3499美元 快要吸引台币11万 虽然是这样的天价 但还是吸引到20万的人预购 预计今年也有机会达到50-60万台的销量 说是这么说预计可以达到5-60万台的销量 但说不知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退机潮 因为苹果官网是允许买家在14天内退货的 所以很多玩家都表示 跟Vision Pro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 开始陆续的办理退货 这样听起来可能会让大家误以为 是因为在14天内可以免费的退换货 所以大家就急着在最后一天退货吗 有点像Costco的概念 当然不是这样啰 其实消费者跟Vision Pro的蜜月期这么短 是有其他原因的 根据各大平台所汇整出来的优点跟缺点 或许就可以瞧出一些短你 媒体统整出了Vision Pro的五大优点跟五大缺点 五大优点分别是 1.画面显示效果生动 沉浸式体验很棒 2.眼球跟手部追踪技术便利 3.苹果产品操作感类似 使用更直觉 4.视窗在画面摆放中的效果 5.空间音讯表现佳 听完了优点 这算是优点吗 我们再来听听看缺点的部分 5大缺点分别有 1.非常昂贵 2.重量前后失衡 佩戴舒适度不佳 3.EyeSight功能展示在外表现不佳 穿透画面模糊 4.续航力差 5.可用APP过少 这样听起来怎么缺点比优点还多啊 或许这也是消费者想要急着退货的原因吗 不过呢光说不练怎么行 我们现在就要用口述影像 Audio Description 来跟听众朋友好好解说一下 Vision Pro从它的外到内里里外外帮你解析 首先呢我们来解说一下Vision Pro的外形 Vision Pro的材质呢可以说是高质感 因为跟目前市面上以塑胶外壳为主的VR眼镜相比 它采用了更多的玻璃跟金属 例如它用了镁碳纤维铝之类的材质 无论是看起来还是摸起来 都像是经典的苹果风格 虽然Apple的Vision Pro具备了金属质感 但是也有其缺点 Vision Pro的机身呢最重要的就是前方明显凸起的一个球形镜片 不过呢这个球形镜片非常容易沾染到指纹 所以拿取的时候要小心避开 可能要随时的擦拭哦 不仅如此呢Vision Pro也是多愁善感 这个镜面周围呢可以隐约看见非常多的感测器环绕 眼罩上有加装一层以磁吸方式装上的Lightseal遮光罩 而且Vision Pro套装呢还会多一个备用的遮光罩来方便清洁更换 至于为什么要多一副Lightseal的遮光罩呢 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容易弄脏 所以要让你可以更换作为清洁使用 而在机身外侧有一个圆形的凸起物就是音响 朝着耳朵的方向开了一个口 所以如果站在使用者的旁边 还是可以听得到音乐跟画面中的声响 至于这么大肩的Vision Pro呢到底要怎么配在头上 Vision Pro呢附上了两条头戴 是编织造型的宽头戴 它可以单条套在后脑勺上面使用 也可以在头顶添加一条来平衡重量 大多数的人都会把两条共用 这样戴起来会比较舒适 但缺点就是很容易就把头发给压坏了 所以想要使用Vision Pro的帅哥美女啊 头发有做飞飞的造型 可能就有一点不太适合了 再来提到Vision Pro的舒适度 Vision Pro最为人诟病呢就是重量 它的实际侧重大概是600到650克中间 这个重量大概要怎么样做连结 很多人就开玩笑说 感觉好像挂了一个iPad在脸上 大家想想刚好帮你一家iPad拿起来 贴在你的脸上 双手松开大概就是那个重量 这个Vision Pro呢是比一台11寸的iPad Pro还要重 而且最大的问题在于 它的重量过于集中在前端 也就是说如果你配戴没有拉好的话 它就会向前紧往前掉 像是比Vision Pro还要重的MetaQuest Pro 因为后者有搭配后方电池的设计 所以配戴起来前后的重量会比较平衡 但这样感觉其实头的负重力很重耶 前面重你为了怕它向前紧 你后面又挂了一个很重的电子把它往后拉 好啦虽然是平衡了 但是你的头也塌了吧 再来提到Vision Pro的另外一个痛点 就是它的续航力大概只能用2到4个小时 续航持久力一直都是很大的问题耶 不单纯只是在Vision Pro 在所有的科技产品都是如此 虽然2到4小时的续航力跟其他的VR装置差不多 不过Vision Pro采用的是外接电源的设计 也被网友牺牲说是尿袋 因为它需要连接一条线到一颗 3166mAh的行动电源上面 这样的口述影像好像有点太套过了喔 太有画面感 而如果你想要更长时间的使用 就必须要在行动电源上的Type-C接口 连接到其他的电源上面 这样如果要带到户外使用 好像也有点不方便 基本上Vision Pro好像也不太适合边走边用啦 应该都还是定点使用 但是都到户外还是接触一下大自然吧 再来提到Vision Pro的操作部分 刚才有提到 Vision Pro完全是靠眼球跟手指来操作 只要定了想点选的东西 用手指相触就可以成功点进去 如果要拖曳画面 就把手指相触再滑动就可以了 由于它大量的感测器是吩咐在机身上面 让Vision Pro拥有非常广的辨识区域 而且实测发现喔 就算你把手能放在镜头以下 膝盖的位置做出手势 它一样可以感测得到 而这么贵的Vision Pro 这视觉的Display 也就是显示的效果 当然也要给你霸王级的享受 Vision Pro采用的Micro OLED显示萤幕 是2300万画素 每一颗尺寸只有7.5微米 比白血球还要小 让画面组合更加的真实 就像肉眼看见的一样 而调整机身上的旋钮 就可以透视到外界 虽然看起来很像是AR扩增实镜 但其实并不是直接让我们看见环境的本身 而是透过相机捕捉 再由光显示出的在线画面 由12颗相机 2颗外侧视角摄影机 4颗内侧红外线摄影机 加上5颗感测器的组合 就可以让外在的环境看起来更加的真实 说了这么多显示效果的优点 但是也是有对应的缺点 而且就弱在EyeSight这个功能 EyeSight的功能其实受到了不少批评 外侧的镜片是内建一块低解析度的OLED萤幕 让一双虚拟的假眼睛浮现在画面当中 甚至会随着光线增强而看不清楚 让这双眼睛若隐若现感觉非常的诡异 虽然EyeSight的本意是要让使用者 在操作Vision Pro的同时 可以跟外界有更多的互动 但根据目前的体验状况来看 还是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使用者看起来就还是在机器里面 而且上不时可能会斗鸡眼哦 再来提到软体的部分 Vision Pro进到操作的画面 就好像iPad的画面浮在空中一样 同样的苹果iCon操作非常的直觉 而且确实是从iPad改版过来的 Apple Store也是公用的 差别在于Vision OS当中 可以让各种视窗自由地浮动在环境里面 让多视窗的工作更加便利 但是呢Vision OS软体的生态系 也是目前苹果遇到最大的难题 Vision OS就有250多个专属App 像是Netflix YouTube跟Spotify 目前都暂时不打算为Vision Pro推出App 也还没有任何的游戏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 所以无法感受到虚拟实境游戏的魅力 也就是说苹果现在的Vision OS上面 就只能跟自己玩咯 没有人要跟它玩 用户呢只能先投放iPhone自己的手机游戏 在3D的空间里面使用2D的画面来玩游戏 我怎么感觉有一点很空虚的感觉 就要站在非常立体的3D画面里面 你还是只能玩俄罗斯方块 虽然现阶段它只能跟自己玩 但我们更在意的 毕竟我们是HOVA HOVA 台湾视觉修用协会 我们更关注的是 特殊需求的使用者 User with special needs 还有视觉障碍的使用者 到底能不能用Vision Pro呢 如果是视觉障碍者 就可以开启导音使用功能 Guided Access 加上VoiceOver 只要在Vision OS里面的设定应用程式 设定VoiceOver快捷键 按三次Digital Chrome 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 基本上呢 你就是等于可以在3D的环境里面玩2D的东西 但VoiceOver还有这些Accessible的feature 一样呢 可以在Vision Pro里面被开启跟操作使用 但如果真的没有图它的 The Visual Display 好像就没有特别需要到Vision Pro上面去操作吧 而在自己障碍的部分 是不是同样的无障碍呢 如果是不方便用试肢操作的使用者 只要打开声音控制选项 不需要一直说Tap 只要发出类似弹舌的声音 或是嘴唇的声响 就可以做出不同功能的精准点击 不需要双手就可以完成任务 目前呢这些操作跟应用哦 似乎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无障碍操作性 至于Vision Pro的实用性 究竟如何呢 可能就要随着之后产品更加成熟 更多的App 还有更多的应用 被落地之后 再来做评论吧 至于Vision Pro到底值不值得花3499元去感受 还是值不值得透过画面 而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或者是值不值得在头戴装置里面用电脑 而不是在真实世界使用电脑 就见仁见智了 是的 简单的说就是 你到底是要直接放屁 还是脱裤子放屁呢 未来是不是有更多深化的服务跟应用 其实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Anyway 以上就是本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Dr.某墨镜哥 我是葛碧小王 记得下周同一时间 Same Time Next Week We'll be here Bye 美墨镜哥 身为特殊需求的使用者 这个Vision Pro会在你的使用考量之中吗 如果从工作生活娱乐休闲各个层面来考虑的话 以现在3499块美金 暂时不考虑 但是如果他有更亲民或者light version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可以造福更多特殊需求的使用者